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需要 谁都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好人员 对不对 尤其是像我们做这一行的 不要说你已经结婚了 其实我们也需要好的人际关系 好的观众员 是不是 像如果有好的观众员的话 也可以帮助到你的事业 你相处之间 你的家庭和睦 朋友 贵人 对 有贵人相处的话 你事事都会顺心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探讨 这个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还需要努力 还有一些秘诀可以注意的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主题 人际关系是现代人 能不能够在社会里 足脚跟的重要因素之一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 好的人际关系 都能带我们走向成功 让我们得到贵人相助 事业步步高升 生活顺风顺水 不仅如此还能吸引许多的桃花来到身边 然而人缘关系除了是自身的交际问题 在风水方面的运势影响也是非常的重要 究竟在2023年各生肖的人缘运势如何 而我们又可以如何配合人缘运势 提升个人的人缘关系呢 若是人缘不佳又应该如何化解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与专家一起从风水角度揭秘好人缘的秘诀吧 欢迎回答来活力加油站 没错啦好的人缘那人人都需要 可是到底要真正做些什么 有什么秘诀 我们有时候无从下手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现场专家 我们有老师 风水顾问何启雄老师 心里快乐老师 心里快乐 老师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家好 恭喜发财 老师 老师 我们从风水的角度 怎么去看什么是好人缘 要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讲说 人缘好 你多笑容多一点 对人亲切一点 去问候人家 其实你的那个 你受欢迎 他们你的人缘就是好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有些每天笑口常开 人缘就不太好呢 就可能说你有一天负能量在你身上 假笑 对 不真诚的 笑肉不笑 然后就是你有那种负能量的话 你的朋友就开始离开你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人缘差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不顺利 就好像说演艺签 对不对 演艺签 但是做主持人的 对我们很需要人缘 你们很需要人缘 观众缘 观众缘 所以有时候是你们做什么东西 但是都是不顺 就是你们有观众缘 演好人都必当成坏人 对 演坏人反而非受欢迎 对不对 OK 那么其实 其实正常就是说 可能里面说你们自己命 有没有带桃花 还是你们个人的生肖 那一个流年有没有桃花 或者是我们怎样去吹 那个桃花出来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 2023年这个兔年 每一个生肖的好人员 要怎么样去吹它 对 我们就针对 我们就针对 平一下 我们说那个生肖 那个人员跟桃花那边 好 今年是兔年 我们先与兔开始 OK 那么兔年你知道是本命年吗 它就是犯胎税 那么犯胎税的话 我们讲事事都不顺利 那么事事不顺利的话 你人员就不一定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很多负能量 人家就看到你就好像说 会离你而去这样子 兔年就是即使你在正能量 但是当你犯胎税的时候 其实做任何事情就很不顺 对 所以你要化掉那个胎税 不然的话你看它没有贵人 而且可能还有官妃 我的妈呀 属库人还有是非小人官妃 飞来横火 所以官妃就是你什么牵液的时候 可能会惹到官妃 所以是你要化解的 好 先讲到这里 怎么化解 等一下我们再谈 我们再谈 OK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其实还有其他的生肖 我们再来讲其他的生肖 OK 我们讲兔过了就是龙 对 那么龙的生肖 他们就是有贵人 因为有太阳天德 这些贵人相助 OK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 但是在神杀里面 他们还有是个角蛇 角蛇是是非星来的 所以就有人在讲你的是非 对不对 没关系 如果你不够厉害的话 也没人会理你 就代表你够厉害 才有人要讲你的是非 对不对 其实 最简单 去化解小人的就是 你不去理会这小人 他们讲到他们累了 他们自然都会停 以不变 应万变是最佳方法 对了 OK 那么下个生肖是蛇 蛇也是有 在非星里面是是非非星 在他们的命宫 所以他们还是会有是非的 也好他们还是有那些 太阳天德和贵人帮助 所以至少说你有贵人帮助的话 小人就可能会没有这么容易接近你 所以他们讲不怕有小人 最怕没贵人 对 OK 来我们下一个生肖 到马是吗 对 马 马其实明年 不是明年 是今年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年初十三了 OK 那么今年是其中一个最好的生肖 哇 无是非小人 是因为在马那边有紫围龙的 一有这两个大贵人的话 我们叫凶星靠边站 靠边站说你凶星都不怕了 会不会怕小人呢 所以马其实是很好的明年 而且马明年会有 今年 今年 你看啊 我一直想到 我一直想到2024年了 对不对 所以马在今年会有桃花 哇 所以是桃花旺盛的一年 那属龙和属蛇的朋友 能不能多跟马叫朋友 就会沾到桃花 可以 对 这是其中一个生肖 也影响不了马就对了 下一个生肖 羊 羊呢 今年没有贵人帮助 他有犯态岁吗 没有吧 没有 他没有犯态岁 只是说他没有贵人心 所以没有贵人心 我们就要制造贵人心 可以制造 等一下我们就来分享 怎样去制造贵人心 所以大家听到这里 别担心 有好有坏 坏的也别太沮丧 因为我们节目在刚开始 我们有贵人心制造机 对 就是何师傅 我们下来的话就是猴子 猴子也是有好像天德 月德 太阳 这些集星在帮助 这些都是贵人心的 但是小心了 看到了 小心了 就是它有坏桃花 真的是那种我们叫烂桃花 是会引起 尤其是接了分的属猴的朋友 男跟女都一样 男跟女都一样 OK 不要以为男的没有桃花了 男的也是会有烂桃花的 OK 女的有男的 下一个属鸡的 鸡因为是突年 所以鸡的是冲胎税 冲胎税比犯胎税更严重 原生不忘了 师傅你这样讲 正宠嘛 正宠嘛 对不对 所以你冲胎税的话 你就会有车祸啦 血光之灾啦 事事不顺利啦 那种肩血可以帮助化解吗 可以 可以 其实最简单的是厌血糖 厌血糖也可以 只是几一滴血出的话 你就破了那个血光了 文子瑶可以吗 可以吗 师傅 我认真了 不算 文子瑶不算 突然间太想到 那种血量太少 血量太小 它是细你的血量 如果能的话 我们就多多走山 对 多细点 对 多细 费尔的不对 而且鸡也是没有贵人在相助 所以注意 小心点 OK 下来是属狗的 狗 今年有三个生肖 狗 马跟老虎 这三个都有紫围龙的 有紫围龙的 我们说凶星靠边站 这样子来 OK 来 下来的是猪 猪明年也是没有贵人的 而且他们是犯五黄 所以也是事事不顺利那一个 五黄是什么呀 在飞行风水里面 五号星是最凶那个星 它比太岁还要凶 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是血光自在 病痛 破财 祸害 血量太少 血量太少 还不算 OK 而且猪还是有这个咸词 咸词是什么 还是烂桃花 也是烂桃花 对了 咸词是烂桃花 特别是结了婚的人 要特别小心 没结婚那就不怕 但是还是小心 太多 烂桃花是不好的 OK 来 我们下一个生肖 下一个生肖是什么 猪到了就是老鼠 老鼠 老鼠的话 老鼠天得月得贵人 算是好的 相当好的一年 那么有贵人相住 但是 很奇怪哦 还是个但是 还是很多 这碗咸词 我现在认得那个了 咸词 看到吗 咸词 就是不好的 而且还有个卷舌 卷舌也不好吗 然后桃花 看到吗 这桃花不是好的吗 他又不是害桃花 但是有咸词的话 那个桃花就变成烂桃花 咸了 不好的 咸了 所以卷舌就是是非 对 卷舌是是非 所以老鼠的朋友 要多小心 OK 然后下来的话 就是牛 那么牛的话 也是没有贵人帮助 但是还好 他没有是非 没有小人 算是平平稳稳的 然后最后是老鼠 老鼠该讲的 子微龙的 所以是非 心事接近不了他的 是 所以明年的前三名好的 第一名是 马 老鼠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狗 其实狗是因为犯五皇 但是在贵人上 他是很好的 可是老师 其实我们通常会知道 怎么鉴定小人 因为小人 邪气很重 像游戏的人都看得出 对 贵人怎么去定义他 怎么找到我们的贵人 其实贵人 其实就在你身边 OK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去探讨一下 你做什么事情 你可能遇到麻烦的时候 OK 突然之间就会有人 出来帮你 OK 有一种贵人叫 天德跟月德 这是很特别的贵人 也有分 对 但是个人的 天德跟月德 在个人八字里面的 那个贵人 是很强的贵人心 但是他们是在你危险的时候 最后一分钟 他出来帮你 就好比我举个例子 OK 你驾车 驾到一个比较少人的地方 突然之间没有汽油了 你车停了 OK 那么惨了 那么电手机 又没有那个讯号 那怎么办的话 站在那边无助的时候 突然之间 有个人驾着车跑过 看到什么事啊 说我没有汽油 你可以载我去最近的加油单 没问题 我车上就有后备的汽油 哇 这么巧 对吧 真的是贵人 真的很明显 这个是很特别的贵人 就很明显的 他不是载你去加油单 他自己本身那边就有后备的汽油 就帮你倒进去 然后等你开车走了 他才走 所以这个就是天德跟月德贵人 所以平时你有天德月德贵人的话 你去到什么地方 都不用担心的 因为你逢凶化吉就对了 对 好 那我们就听一听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疑问 是的 他有个疑问 就是手机尾号是4803 他就是问 如果遇到烂桃花的话 要应该怎么化解呢 其实烂桃花来的时候 就好像震桃花来的时候 你挡都挡不掉的 就是说你有遇到桃花运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今年 然后现在兔年嘛 对不对 老虎 狗跟马这三个 兔子是他的桃花生肖 所以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他坐在那边都会有人搭讪的 所以这是桃花旺的时候 那么你烂桃花的时候 你就是你不要去理他 他都会来的 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我就建议布桃花证 那么布了桃花证 你真正的桃花就会来 那么这些烂的桃花就会离你 就是不需要挡 但是你要摆一个好证 然后就招一些好的桃花 但是如果说你是已经结了分 你不可能再不桃花证了嘛 对不对 那么你就去桃花 老公帮你打走 打走 马上去吵架了 你就去画四飞星的地方 就像说我们今年2023年嘛 对不对 四飞星在飞星通知在东南方 那么在东南方的话 因为桃花星是桃花是木来的 OK 我在那边挂六地钱 就可以化解了 或者是我在那边换一些红色的东西 就像红色的古法琉璃球 琉璃球 对 好 那其实讲到这个桃花 有一些人是通过拜月老去求桃花的 是是是 那我们来看看新春拜月老 也是有一些事项要注意的 来了解一下 新春拜月老的注意事项 不打伞 每逢农历新年连假 许多人会选择到各地庙与参拜走春 更有不少的单身男女会到月老庙 祈求好姻缘 不过在拜月老的时候 切记不能携带伞入庙 这是因为伞和伞闻的伞 闲音相同 原本认为 带着伞向月老祈求 即便祭拜者抱着虔诚的态度 也可能会导致姻缘结局 最终落得分手的下场 此外如果看到旁人拿着伞 也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再向月老祈求 红线不多拿 当求取红线的时候 千万不要贪心 人们可以选择到不同的庙语 重复向月老祈求姻缘 但如果已经求的一条红线 便不必再求 因为红线就如桃花一般 并非越多越好 一个人如果求取了多条红线 可能只会让感情线 变得错终复杂 而且纠纷不断 此外 想求取红线 应该由本人亲自前往 不能由旁人代替 或者是帮别人拿红线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月老 签错红线 根据传说 如果随身携带的红线遗失了 这就代表月老准备 为佩戴者签姻缘了 穿戴禁忌 不管进入任何庙宇参拜的时候 穿着打扮都应该要端庄适宜 过于暴露或是邋遢 反而显得对神明不尊重 衣服颜色可以尽量避开 深色系衣服 可以选择较招桃花的色系 比如粉色系 米白色 淡黄色等等 此外 有流传着一种说法 那就是在拜月老的时候 尽量不要佩戴帽子 或是墨镜等等 会遮蔽脸部的配件 因为月老需要认清 祈求者的模样 才可以为他成功牵线 欢迎回来 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习俗里面 我们是可以通过风水的布局 来催生好人园 好桃花的 所以我们继续请何启雄老师 来跟我们聊一聊 怎么样来摆正 好的 讲到就是会有风水煞 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一些方位 一些设计上 是不是也会影响 其实对的 其中很简单的风水煞 就是我们的屋子的对面 他们的屋顶就有那种V型的屋顶 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杀器 尖尖的就不可以 尖尖的不可以 可是我们不能叫人家改造房子 对啊 所以变成我们要自己化解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化解方法 那么平时我们很多人是用八卦 对不对 八卦镜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只用这个八卦铜钳这样子 因为它是圆的 它是圆的 而且有一个八卦镇在这边 所以这个比较小 你看它小嘛 对不对 你看它小 对不对 但是已经可以了 就放你放在大门那边 向着那个杀器来的地方 可是老师 以前我们看到是很大个 好像很大的很有效 而且会有反射的那种效果 因为我们比较不喜欢 那个镜子 我们有说平镜 吐镜 凹镜 三种 还有分 OK 那么都吐镜是最凶的那个 就是说你的杀器从对面进来 你把它反射回去 后变成造成 你又把那个杀器挡回给你的 自己也不要的 你所不屈 所以灵屈会生气 那么这样子 其实你不是化解 你是制造更多的真正 对 千金难买好邻居 所以我们也要成为那个好邻居 就是把那个杀器收起来 然后就不会摊回去 但是我们去保持 我们跟邻居的那一种 良好的 把杀器收起来 对 就是要凹的 我们就是这个平的 平的 而且没有镜子的 为什么要收起来 没有镜子的 就是它把它扒掉 毁害人 收起来不是不好的 对 它可以跟它化掉 收在它这里 收在这边然后化掉 对 所以那个铜钱大小 有跟别 其实这样已经足够了 这样就足够了 对 这样是足够 太小也不可以 而且不美观 如果钻钱 那个铜钱这么大 在你家的门 大门身上 是 蛮影响那个设计的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所讲的门对门 是家里的 房门对房门 我以为只有在找伴侣的时候 竹门对竹门 木门对木门 然后这个还是木门对木门 但是是门对门 可是那个是设计吧 所以这个买屋子的时候 就要留意了 但是很多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 对 它的门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变成我们 在我们的风水界里面说 门 房门对房门的话 这两间房的人 就可能会口角吵架 那么刚刚说 一个弟弟一个哥哥的话 就这样吵了嘛 对不对 变成一变一打开门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说 我们建议说 有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 两道门中间 放了一盏灯 用开着 用灯化掉那个杀气 这是轻松的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 就是放门帘 门帘 门帘也能挡 但是把它挡掉了 可是我们的房门 是画不到的 画不到的 只有门帘可以画得到 对 因为变成你开门的时候 还有一道门帘在那边 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样不会就金豪满金敏 就是不开心 最后立刻还有一个 我几点几点出门 你几点几点不要出来 分时间表 少见面少整条 来 如果是大门对大门 房门对 大门对大门是怎么办 就是开我说的 你的大门对对面的大门 我们就用这个八卦 那个是对邻居的 或者是对面 或者对面的杀气进来 屋顶的杀气也是用铜钱 对 或者是电讯塔 台湿杀气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可以画的 那影响人际关系的风水杀 还有哪些呢 就我们要看这个表 OK 我们这样讲 在我们说 在家里面有不同的方位 OK 是可以我们去推广 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就好像说我们这是一个飞行图 我们拿它当的是向南的物质的 OK 我们左手边这个是三星 这个是水星 三星 三管人 水管柴 所以我们在好的三星 八号星那边 我们在这个局我们可以放水晶 就比如说这个紫金洞 老师 紫金洞 紫色有特别的含义是吗 OK 紫色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水晶 就是因为它增加我们的智慧 它增加我们的智慧 而且可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在家里放 特别对孩子 你们要催滩的文昌 用紫金洞 有一些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那个紫金洞 对 大小小也很小 能量更大 像这个你可以放在睡房 可以放在你孩子的桌子那边 书桌 书桌 它可以启发它的智慧 所以变成他们念书的时候 四半平北 好 很有效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 我们的南方 西南方 西方 然后还有就是东北方 东北方 这几个方位 如果你的屋子是像南的 那我听说很多人放这个 粉红色的水晶 是希望有 照桃花 对 照桃花 其实在水晶学里面 紫色是吹桃花的 紫色是吹桃花 不是粉红 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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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紫色是吹智慧 所以粉红色是吹桃花的 所以他们叫你带粉红水晶的 水晶的手链 对 或者是这个粉红色的球 这个是琉璃的 粉红色的琉璃球 两个的能量会有差别吗 有 其实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古法琉璃的能量会比水晶的能量更大 是 因为它更剔透 对 感觉就是经营的 它有那种改变磁场的能量 要放在哪一方向呢 OK 那么你可以说放在你的 那么就是有人缘的那个方位 OK 怎么看 那么平时就是我们说八号星 我们这个八号星 一号星 六号星 九号星 这样子的话 这是向南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向东的话 就是也是在西方 中宫 中间 南方 西北方都可以 那么这个除了是吹 这个我们说的桃花 也是可以说是吹家庭运 所以家人比较和气 就摆在那边就可以了 是不是要时不时去看一看 摸一摸 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跟它沟通 这个就需要不够水 就是你那个什么纸巾洞 你要养它 所以你要喷水 撒在里面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 你可以来摸一下 摸一摸 对 每天跟它说话 育养关系 育养关系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一尊的这个琉璃 这个是古法琉璃来的 因为古法琉璃 可以增强你的 就是改变你的磁场 那么磁场好的话 家人的关系就会好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巴嘛 很漂亮的这个 对哦 是哦 它的玉纹是吧 而且有一个奴隶得水 所以事事顺利 非常好意 所以跟芋头的 是 好意头真的 所以这个是促进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 像桃花症的话 是不是每个生肖 都有一些不同 要注意的事项 对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有烂桃花的人 我们可以把那烂桃花掉 或者是我真的是没有桃花 我要桃花 而且这种桃花 是真桃花是要结分那种 证源 证源 你准备要结分了 你才布这个证 不然的话 还没准备好 你还没准备好 你摆的话 可能六个月 你真命天子就来了 真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强的一个 桃花症来的 是哦 我们怎么用法 我们就跟着生肖 就好像说 如果你是属兔 属兔 属羊 属猪的 这三鹤 他们的桃花生肖 是属老鼠 老鼠 是说他们选的对象 需要生肖是属吗 不是 不是 要摆的 摆正的生肖 我们把这只老鼠 放在睡房 睡房的北方 为什么是睡房的北方 不是在客厅呢 因为为什么呢 跟你共度一生 是在睡房的 可能你的父亲 是属羊的 也对 对吗 你在那边吹到他的头花 加变 但如果你跟人家同房 就是跟弟兄弟姐妹同房 也不可以 就是说你不要是同样生肖 不然他也是吹你 也是吹他 但是好像比如说 我这个是吹兔子羊 还是猪吗 对 如果是你的兄弟 还是姐妹是属龙的 没有对他们有影响 所以新的 新的一年要重新安排过房间 对 安排过室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属龙的 属猴的 跟属老鼠的 他们的桑花生肖是鸡 那么这个桃花鸡 你就放在西方 这样子类别了 好 那还有就是贵人症是不是 对 贵人症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事业 提升我们人籍关系 因为刚才我们讲是桃花 桃花就是因缘 对不对 这些男女感情嘛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你在工作上 人家说如果你工作 你没有贵人的话 你努力做工作的时候 老板看不到你 是被公办 对不对 但是你刚好没有工作的时候 老板走过看到 没有工作 懒惰 明白吗 这就是没有贵人 对 所以贵人是很重要的 是 那么怎么做 如果说刚才我们讲 有些生肖是没有贵人的嘛 对吗 怎么办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摆贵人症 贵人就会自然出现嘛 对 要怎么办 是很强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贵人症 那么 好可爱的症 好可爱的 这个是老虎的贵人症 OK 老虎的贵人症 所以他的贵人是什么 他的贵人是猪 狗跟马 OK 所以属老虎的人 只要把老虎放在中间 他的贵人围着他 就当作是保护着他 然后整套你放在东北方 所以每个生肖的组合都不一样 对 都不一样的 就像说我们拿一个兔子来说了 兔子 兔子在中间嘛 狗是他的六合 狗 猪跟羊围着他 那么整套放在东方 东方是兔子的方位 所以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那么就知道说 你的生肖是什么 然后你的贵人症是什么 然后放在什么方位 其实这个很快的 六个月到一年 生殖假新 就是你的贵人就可以来了 OK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摆症的话 我们堂上走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吊饰 吊饰 这吊在哪里都可以 就是跟着你 或者是你放在你的包车子里面 这样子 是 那如果什么都不摆呢 靠我们个人的行动行为去做的话 那么就是看你自己本身 就在我们该讲的就是 你对人要比较 和蔼可亲 笑容可居 不要凭笑容不笑 真的 要真诚 对人就说 每次遇到他 哈喽好吗 这样子 比较亲切这样子 多多关心别人 对了 这样子穿作上比较好 这样子聚餐 生朋友出去 这些都可以帮助对人的 好 所以今天大家相信 也学了不少 那就是重新规划一下 到底自己新的一年 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促进自己的人际关系 在事事方面都能够顺心 是 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先进进资讯 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新年期间 我们最常喝的高热量饮料 包括汽水 果汁 柠檬茶 菊花 还有豆奶 那么这一些饮料呢 由于他们的糖分的含量 非常非常地高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热量 也会相对的比较高 这些饮料当中呢 排行榜热量最高的 其实就是汽水和果汁 那每一瓶呢 是大概有150大卡左右 那含糖量呢 是高达7茶匙到9茶匙左右 排行榜第二名的呢 其实是柠檬茶 那柠檬茶虽然口味很酸 但是呢 每一瓶呢 也大概有100大卡左右 含有4到6茶匙的糖分 而菊花跟豆奶 是相对的 热量会比较低的 大概是60到100大卡左右 而糖分呢 是介于3到4茶匙左右 这一些含糖饮料呢 他们的糖分都非常高 热量也高 但是相对的营养价值比较低 而且是属于精致糖 所以呢 这些精致糖 其实会容易造成我们肥胖 三高 包括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甚至呢 可能严重的话 还是会导致我们脂肪干 的问题 那如果要消耗掉这一些 含糖饮料的热量呢 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运动 我们可以选择的运动呢 是包括 矿街 一小时 烫衣服 一小时 走楼梯15分钟 或者打雨球 30分钟 只要你做的是 有氧运动 而且持续地做 20到30分钟呢 那就可以 比较有效地去消耗 以及燃烧你的卡路里 这些高糖分的饮料呢 那我们是成为控热量的这个饮料 所以它不含任有营养成分 可是呢 会让我们带来肥胖 所以我建议说呢 一星期其实不要超过三杯为主 所以其实在新年期间呢 我也是建议大家 不要忘记多喝开水 那如果你想增添风味的话呢 也可以加一些柠檬片 那可以解腻又健康 同时呢 如果大家正要喝饮料的话呢 不妨可以选择 低糖的菊花 低糖的豆奶等等 或者选择无糖的咖啡 无糖的绿茶 那这一些呢 也是非常的健康 嗨 回来 那除了是通过风水的摆震 来催生好人缘 好桃花之外呢 我们今天请来手作达人 叶美琴老师 跟我们就分享 如何用手作的一些事物 来催生你的好运气 欢迎叶老师 Joanne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anne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皮修守身怎样去制作 皮修 我们现在说皮修好了 皮修的意义是什么 皮修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种神兽 说话它 如果你是它的主人的话呢 它会帮你咬很多的钱财给你 也会咬贵人 然后还有咬好运给你 我们先来看看这皮修的这个事物 有哪些 这是好可爱的皮修 对 这个是皮修宝宝 皮修宝宝啊 对 所以这边还有其他不同款式的皮修 好 那老师就准备了一定长度的这个红绳 来做什么金刚节是吗 对 所以我们编制手绳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红绳 红绳就是 因为新年嘛 就是和大家红红的 昂昂来 是 非常的吉利 然后呢 就还有一些 这些材料啦 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老师 这打火机是 这个是给它先 像打结一样 是吗 结的神 对 因为当我们 剪开那个绳的时候呢 它是散的 所以我们先把它收一收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比较容易穿这些饰品 老师就准备了几种颜色 像黄色啦 橙色啦 红色啦 这样的颜色的烤灸是 纯粹是为了设计上搭配的 对 纯粹是设计上的搭配 所以比较漂亮 是 怎么弄呢 所以我们首先先加一些 红色的 先把黄色 老师的铺牌是先把黄色的 这个小圈圈 就两个一起套进去 对 这个手要比较巧 像我一样会做老半天 前面的时候可以收紧一点 OK 好 然后这个绳我看到是有小圆圈 还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是叫什么 金刚节 这个是菠萝节 菠萝节 对 菠萝就是我们讲的凤梨翁来 福建话是黄梨对吧 对 翁来翁来翁来 汪汪来 汪汪来 也是好异头有谐音 对 OK 我看到老师机 他有一个特别的技巧 就是先穿一条长的 它一长一短的那个白发 比较容易穿进去 对 好 接下来 先把你要放好的那个小圈圈 小节呢 先把它套好 接下来才放皮修 皮修就穿进去 这个皮修啊 其实在风水上的意义是 它特别的阳刚 对 它可以给人带来力量 对 这个神兽 如果是在风水来说的话呢 它其实可以正宅化煞 化煞 对 OK 好 来 OK 这边 这个是要把它传进去的 对 要有一点力道 等一下 是 好 就是那个 所以我们讲前头 那个收的部分 要把它收得更紧一点 更细一点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比较容易 老师把它凝结起来 对 两条做一条 我把它拉出来 OK 很漂亮 然后呢 其余的 老师大概结了几个结 一二三四 大概可能是 两边对称的话 就是八个到 十个的小圈圈 对 就是两边对称就可以了 就其实你可以按照 你个人喜欢的颜色啊 设计啊 来穿 对 然后呢 就是变成你手上的 除了戴手表之外啊 戴水晶之外 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皮修的小绳结的事物 穿戴起来呢 还可以带来不同的 这个运气的吹望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给镜头戴一下 好可爱的皮修宝宝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皮修 很可爱 然后老师会怎么做 来收尾呢 好 现在我们来编制金刚节 金刚节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金刚节的话呢 从古之景寓意着 就是它可以帮我们保平安 还可以帮我们就是减少煞 就是一些煞气 化煞 对 化煞 然后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带来吉祥 而且这个金刚节 你觉得漂亮的话 对称的话 它其实形成一种好像辫子啊 花辫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非常的漂亮 对所以就是你的那个饰物 穿戴起来会更加的就是有意思 对 OK 通常老师会打几个节 金刚节 其实都是依照你自己的首围 来去打节 所以你们可以量这边的距离 大概是好多少 多长 然后我们再看 OK 要打多少节 你可以节长的 也可以节短的 对 像直接看老师手上这个 也是有打 老师那是没有打金刚节吗 就是比较少节 比较少节 对 这边就打了一个同性节 寓意着就是 因为同性节是 两个神节圈在一起 就代表有好永结同性 所以那个是可以情侣带 或者夫妻带 对 长长久久的意思 好 那老师现在在打这个金刚节的同时呢 我们马上来重门一下 刚刚老师的这个制作步骤吧 要不一样的 对 这边是 不能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上来看看成品 你看这个金刚结结得好漂亮 好扎实 而且有可爱的皮球宝宝 我发现其实现场 老师不只有这一条红色的 金刚结皮球手绳 还有另外一条是蓝色的 给大家镜头戴一下 你看 其实蓝色也很漂亮 在新年里头还有它的喜气的感觉 老师为什么会选不同的颜色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 依照我们个人的五星八字 或者是我们自己幸运的颜色 去搭配我们的颜色的 像其实这一款的话 跟我这一串是亲女首身来的 有童心结 对 有童心结 也是有皮球 所以如果亲女一起带的话 可以拥结童心 然后又可以一起要钱财 新年大家都是想要钱财多一点 对 所以皮球可以帮助大家 咬多多的财 新年很旺 是 好 预祝大家 这个新年是一个旺旺年 而且兔子带财来 皮球也带财来 谢谢Joanne老师 好 我们继续一下回头 有新春好主义 有好一头的一个小料理 还是小甜点 跟大家分享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来 活力加油站 还是要跟大家说声 恭喜恭喜 虽然年十三年好像就快过完了 可是来到这个新春好主义 还是一样要教大家做甜品 今天的甜点非常高颜值 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拍下来 当然 当你学会了之后 才准备手机也不迟 这时候除了我之外 也有我们的专业甜点师 曾令梅老师 在现场教我们做这一道甜品的 今天这道甜品叫什么名字 紫金苏 紫金苏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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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道能看又能吃的 那今天的材料是什么 有这个白云粉 白云粉 然后糯米粉 糖 水 好 白云粉 糯米粉 糖 汽砂糖跟水 很简单 首先我们就把白云粉 糯米粉 倒入碗中 就是全部摻在一起搅过 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要先过筛是不是之前那些粉 不需要 对 很简单 然后搅拌均匀过后 我们就把水倒进去 一面搅拌 然后就一面把水倒进去 再继续搅拌成团 它会有点稀 我们那个拿捏的成分要 就自己拿捏 没有 要跟着食谱的 OK 所以我们混合均匀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 微波炉里面 钉到它成团为止 这也不用过筛 就是混合均匀到它没有颗粒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去微波炉 对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一般上如果这种小的分量呢 就是15分钟左右 15分钟左右 热粒呢 成团为止 这个不用调热度 不用调热度 对 直接放进微波炉 对 放进微波炉 15分钟 对 然后就调15分钟 对 是微波炉 我们是烤炉 OK 好 所以只能用微波炉 烤炉的话 烤炉 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炒的 用炒的 对 炒到它干为止 好的 那微波炉之后呢 其实成品就已经做好了 由于实际的关系 我们微波炉出来 成品就是这样子的 对 它是 我可以稍微摸一下 对 它是软软糯糯的 对 它软软糯糯的 那时候呢 我想让你帮我煮那个Jelly 所以这个成品 过后就会变成这一个 对 这是调色 我们就要自己搓成一小团一小团 然后自己再调自己要的颜色 对 然后这边就做树的部分 然后我这边呢 就是要帮老师做一个果冻的部分 所以其实总括来说呢 今天这一个就有两个部分要做的 一个是树参 一个是果冻的部分 果冻的部分先把 子孙可以把所有的材料 先把这个水倒进去 对 糖和粉 这个水大概是多少 就是一杯 200 200ml 对 然后这个粉是20ml 白凉粉 这个是 面粉 白凉粉 对 它也是属于另一种的Jelly 果冻 然后这一个就是细砂糖 对 是倒进去吗 细砂糖 对 倒进去 好 我先看 就所有这三种材料一起倒进去 然后呢就让它煮热 对 煮滚 煮滚 煮滚的时候要一面搅拌 对 好 我们在等这个果冻的时候呢 等它煮沸的时候 我们就先来重温一下 今天的这一个食谱 跟一些做法 好 老师 这边在捏树 对 我现在先捏树枝树根 树根 对 其实我这个部分呢就其实没有烤旧任何的手法的 没有 那树的部分可能就需要比较细腻一点 它有没有说有什么技巧啊 还是什么秘诀啊 没有 只要大概有香就可以了 对 然后比如说好像这一个 这个是原味 那如果你想要其他味道 也是可以自己增添一些 好像蜜糖啊 蜘蛛等等之类的 所以如果没有放味道的话 它其实是蛋的 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一些甜味啊 什么酸甜味啊什么的 就是看自己去调 对 可以自己调 对 你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 这个果汁 柠檬 都可以加进去对不对 对 但是它搅拌 搅拌它其实不会完全融化是不是 就是会有这样子 它会融化 它会完全融化的 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来做酥 所以要等它滚 那整道甜点其实要花的时间是多长啊 嗯 一般上如果是快的话 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是一道很容易做的甜点 几乎是零失败嘛 啊对 那我看老师你捏那个树 因为如果你手工不太好的人 是不是会 坏淡津津 他可能会比较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 是的 对 但是你如果捏长一点时间的话 它会不会干掉 会会会干 所以一般上呢 如果说如果 会用很长时间的话呢 可以用湿布来盖着 啊 避免它干 所以如果第一次做的朋友 就是比较小心的部分 基本就是在做树的部分 因为你稍微做久一点 或者是一直重做的话 它那个就会干掉 那个本团 对 那别担心干掉的话 有一个秘诀就是 你预防它干掉 可以先盖成湿布在上面 让它保湿 OK 我们捏树是需要到这个筛 对 哦 所以从下面 从下面这样子 按它上来 是的 它就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嗯 OK 好 这个也是已经沸腾了 已经沸腾了 对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set 关火 可以开始set了 对 所以我需要那个杯 这个杯子 对 还有那个紫色色素 好的 这个杯子 对 这样麻烦主持人帮我倒 少少在这里 大概这样子 好的来 倒大概一公分 嗯 对 好的 好了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加色素 加色素 对 变成一个 然后点下去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 OK 那大概是这样子 是 就是我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手法考究的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 嗯 OK 好了 好的 OK 然后呢 然后呢 要做的就是点缀 对 点缀 对老师的金箔全部 飞出来了 是 点缀 这个 OK 好 好 点缀了之后呢 用金箔点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树放进去 对 我们要稍微等它有一点 凝固 对 稍少 还要等它稍微凝固一些 然后才可以把树 好 在等它凝固的时候呢 我们先让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所有的步骤 一些一些需要的成分 好 好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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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这边已经到了第二层的果冻进去 还是要等它凝固 然后就继续把这个树的部分摆上去 这树的部分可以继续摆了是不是 树叶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那个难度就是在于 做树坑要有点耐心 等到果冻凝固一层一层的 再把这个树干树叶的部分装饰上去 那过后的这些装饰部分像金箔的多少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拿捏 如果你想要金光闪闪的话 你就可以放多一些金箔 那这一道甜品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成品在前面了 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一个紫金树果冻 又能吃又能看 那这时候大家做好了之后 其实是一道很好艳客的甜品 大家捧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好有诚意 都会问怎么做 也是一个打开话题的好甜点 所以这道甜点在新年期间乘出的话 也有它的寓意对不对 就是寓意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 对对对 紫色的果冻就代表人缘 紫色的果冻人缘 对 然后素的话就是代表风水 对 所以做了这道甜点艳客 然后自己吃下去的话 代表你有个好的人际关系 新的一年就是好运滚滚来 那大家千万别走开 我们待会回来 还是一样有活力好购物 下周的活力加油站也是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记得留守住拔的空间 Love you too 要爱你长长久久 别忘了今年我们还要互相帮助 Love you too 送上真诚的祝福 开开心心回家享受 烂坠的幸福 Love you too 爱你一点不含糊 每一年回家看见你 就心满意足 Love you too 今年要全力以赴 新的一年有你 往里满烦 Love you too 爱说声乐 开心的笑 You too 你总不不跳脚 美舞 都被拒继围绕 保存的生活 好运到 Love you too 要爱你长长久久 别忘了今年我们还要互相帮助 Love you too 送上真诚的祝福 开开心心回家享受 参举的幸福 Love you too 爱你一天不含糊 每一年回家看见你 就心满意足 Love you too 今年要全力以赴 新的一年